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在12月 因為攝護腺癌手術 住院沒有回報總統拜登 也沒有充分揭露病情 奧斯丁在這個星期一 已經回五角大廈辦公 今天在記者會上 受了一圈的奧斯丁 對總統對美國大眾道歉 他現在還沒有完全復原 腳還是會痛 仍然需要物理治療 奧斯丁澄清 並沒有要求幕僚隱匿病情 也沒有提出辭成 今天記者會另外一個重點 是中東地區的情勢 中東衝突持續 擴大除了加大洪海和伊拉克攻擊不斷 光是1月從黎巴嫩 伊朗敘利亞 葉門到約旦都不平靜 週末約旦美軍基地遭到無人機攻擊 美國將如何反擊呢 之前不管是伊拉克美軍基地 或者是美軍軍艦遭到攻擊 美國都是以旦最初受攻擊的內容 呈比例的方式進行還擊 如果是無人機攻擊 可能美國鎖定無人機倉庫 如果是飛彈攻擊就鎖定飛彈發射器 但這次不一樣 雖然是無人機攻擊美軍基地 但造成美軍人員三死四十一傷 這個嚴重程度讓美國必須重手還擊 將採多階段回應 持續好幾個星期 攻擊類型和投放的彈藥數量都會擴大 包括網路攻擊 那麼在多個國家也會鎖定多個目標 拜登簽署行政命令對在約旦河西岸 襲擊和驅逐巴勒斯坦人的以色列極端主義囤懇者 祭出簽證禁令和金融制裁 第一波名單上有四人 拜登對以色列的堅定支持 也隨著衝突傷亡增加 面臨越來越多的批評 而美國對盟友以色列 採取這樣的制裁手段 是很罕見的 TVBS新聞佳輝 美國華府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